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静态画面的刮除 这是我用的术语,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画面应该是长成这样子 你看到画面有点刮除的作用,然后另一个画面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把那个画面刮除,然后另一个画面就跑出了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一种编辑效果 尤其是在一个所谓的新闻性的,或者一个叙事 叙事记录性的文本,这是新闻这样子,因为这个也是shook card的核心 shook card来做这种叙事型的图文整合很棒 我们再看一遍,假设这我们常常看到,你可能在转场 或者要对某些东西进行说明,你看这是一个珠江的夜景 然后跑跑跑跑,你可能一下子说,这个到北海 在北京,那不一定要看你叙事是怎么转,那你可能画面要刮掉 你可能要进行说明,你下面就可以写一写字啊 那这是一个动态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这是一张静态的照片 我们透过照片进行刮除,跑到下面 那你当然下面可以是两个video,但主要是这一张是一张照片 然后我们对照片的一个刮除,刮除的作用 然后来形成编辑效果,那它如果是video要怎么做 这是另一个概念差不多啦,但操作上有些变化 那我们今天先把静态的刮除的效果把它展示出来 好不好,先把静态效果的刮除把它展示出来 那今天会讲的长一点,不过到这边已经非常进阶啦 也不算进阶啦,如果你操作都很熟,这其实概念上是很简单的 好,那我们反正有空教在这边把一些,你一直都在跟着我学这一套系统的话 那如果还有很多操作系统,你不算很熟的,顺便学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那个编辑档案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不是啦 我们先把这整个拿掉好不好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播放清单里面的东西 假设这个播放清单你不要,通常我们点一下这里 这个就可以把它取消,那你如果全部要取消呢 按这边,按这里,全部移除就不见了 好,然后这个怎么把它拿掉呢,在这里 按右键,按右键,轨道作业 有没有一个移除轨道,也可以 按右键,轨道作业,移除轨道,顺便教你 然后这个我们讲过了嘛,这个地方叫来源,这个叫暂存区 它本来就暂存一些东西了,你也不用管它 那首先呢,我们抓 两张照片进来 抓两个video,理论上我们在ban video 然后所以我们随便抓两个video 两个变化性比较强烈的video 一个video,然后 这一个video,就会是这样子 那两个变化性比较强烈的video 然后这个地方 好,先抓一个进来 这个是等一下要在下面的 好,这个是等一下要在下面的 然后呢,按这里 按这边,轨道作业,我们新增视讯 好不好,新增视讯 还没有还没有 看一下 往后拉一点 再把这个拉进来 好 再拉它 这两个就这样子 好,那先不用管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先来把 这一张这个video 我们先来这个video 抓一张图出来 放在这边,当做转场的过程 把这个video的最后一格抓出来 那怎么抓出这一个video最后一格 你看这个,你脑袋这样想 你做得到吗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跳到这边来 按这个地方跳到这一段的第一格 所以它往下一格 应该是这里的最后一格的吧 那你怎么样这样子做呢 各位没有看到一个player 这里看到功能,其实就是这个 指示器的功能 我们呢 那个 前一格 前一格,previous 前一格 跳过去前一格,就是这个 我们要把这一格的画面抓下来 那这一个的画面抓下来 怎么抓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档案 汇出 引格 有没有 诶,档案汇出引格了 对不对 就会是这样子 你注意一下 你要存在哪边,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 09 0952 好,没关系 0952把它背下 存在这边,储存 好 然后呢,我们就来抓 我们就把他抓出来的video 就是这里 好,这一格有没有 这一格就是我们 抓过来 就是刚才我们要的这张照片嘛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我们要把这一张照片 做出 刚才那个擦除的动作 做出那擦除的动作 那我们讲过了 最近这一整个系列呢 都是各种不同的 软体交互搭配使用 这就是open source的好处 Shucart是open source的一环 所以我们讲过了跟inscape合作 跟jimp合作 我们今天讲的是跟什么 是跟那个 Krita合作 Krita有个很重要的 录影功能 我们就是这样子 你看 如果每个软体你都会的 交互使用 真的那个变化 非常强 创造性是 非常强的 不用被单一软体的给你的一些套装的功能受限住了 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把Krita把它关掉 这个之前做的 不要了 我们首先开一个档案 对不对 就会是这样子 这个1920 1080 这个应该都ok吧 建立好 就是这一个 然后我们把刚才那个 照片 我们这张照片抓进来 好 插入为新图层 OK就进来 你可以按滑鼠的 那个滑鼠的中间的滚轮把它缩小 缩小 等一下比较好处理 那有个 如果你这个录影的工具没有 请你再设定 这个 显示工 显示工具面板 工具面板这边有一个录影工具 工具面板这边有一个录影工具 你要把它打勾 录影的工具就会出来 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录影工具 那 这个是 给录影操作的 资料夹 自己设一个 这是我设好的一个资料夹 然后呢这个 间取间隔 0.1 先稍微记起来一下 最最小就0.1的 这个软条件 你看他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最小就0.1的 就是0.1秒 他抓一张 0.1秒抓一张 这个其实很慢的 不够够用了 他这个又不是在 拍电影 或者做什么伟大的艺术 就是做一个编辑的动作 这个 格式呢 PNG 我建议你用PNG 就是这样 品质比较好 当然他也有JPG 这个 PNG比较好 JPG 感觉起来没那么好 压缩也就不用压缩了 那格式是19201080 就是我们这个格式 这个东西是跟我们video配合的 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首先一下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背景 这里 我们是这张图对不对 按右键 注意按右键 有没有一个 单独显示使用中的图层 单独显示使用中的图层 打勾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的状态是只处理这边 下面的这边都不管 这样处理起来比较简单 我们只管这里啦 其他好多层都已经不管了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这边可以打勾 在单独模式录影 这样我们在整个录影的效能上会好一点 我这个是Linus 这个也是 十几年前老电脑 但是十几年前老电脑装Linus 尤其是现在国产的 国产的那个Linus系统 非常强 其实很好用 我已经用很多年了 一直很想教这个 很好用 十几年的旧电脑 真的 HP的 很旧的电脑 弄起来是下下教 虽然是这样子 还是 当然还是比不上最新的效能 但也是很好用 所以这记得打勾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 那个单独使用图层 所以这个地方打勾相互配合 然后呢这个地方设好了0.1 PMG0 原始的这个东西就会是这样子 就这样不要制作录影 等一下我们要按录影就好 然后要做之前先试看看 我们找这个笔刷 找哪个笔刷 我现在找这个笔刷 然后呢这个什么这里 这个叫什么 擦除功能记得把它 点选 你这样就变成擦除了 没有 而且都马上去背了 因为我现在只单独的处理这个图层 懂吗 所以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做去背 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好 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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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会是这样子 大概都OK了 我们这个也设好了 大小也设好了 这个也擦除了 看一看都OK了 开始 要录影 录影 然后呢 你就慢慢 凭你的速度跟感觉 就这样照你要的东西擦一下 等一下录出来的时候呢 感觉好像会快一点 这个 就会怎么这么讲 假设你竟然要擦除 这个地方要擦除 好 那你觉得擦除好了 就按停止 OK 就好了 然后汇出 汇出 各位这个是10 因为我们这是0.1秒 0.1秒嘛 所以输入嘛 这个是0.1秒嘛 所以 10张刚好1秒嘛 FPS是1秒几张 这个是输入 就是这边输入 输出是 要配合我们的shootcard 这个地方是影片 要配合我们shootcard 那我们的shootcard FPS是30 所以这个地方要配合30 这个你要懂 你在做shootcard的时候 就要先搞清楚 你是要 几格 你是要几格 就会 就会是这样子 就会是一个 这样子的状况 那就是好 10 30 OK都OK了 然后大小 也没有什么好变化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OK 你如果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用Windows系统 因为我这个灌完 他就这样子 那你就是 找一下 这个 我刚才教这个东西 各位我在v站的这里 就你看到这边有一个 Krita上课录影 就这个 有一个我的那个 这个 集合 Krita 这边有一个上课录影 后面有讲到 你在Windows的话 万一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去下载这个软体 FFMP去下载软体 然后 下载完跟他讲目录 他就会抓到了 好 那因为我是Open Source 我习惯用这个 MKV 那你可以 MP4或干嘛 当然就看看你 我习惯用 MKV 就是这样 Open Source的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把 你的档案 把它写进去 这是我们的档案 记得存在哪边 要搞清楚 我自己也存在哪边 然后汇出 有没有 他正在编 好那你也可以稍微先看一下 你要不要的东西 可以上来看一下 有没有 我们在擦除了 对不对 各位没有发现 本来我们擦除了是去背 现在它变成白色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这个软体它就是这样子 那没关系 这都可以克服的 就是这样子 它在设定的时候 可能录影的时候 就自动把 背景色 用白色的 用背景色白色加进去 因为这个背景色是白色 背景色是白色加进去 所以你 在做的时候要注意你的背景色是什么色 它会将加进背景色 那都OK了 不管了 就是做完了 这个VD做完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那一个 要知道你自己存在哪边 就是刚才我们抓了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抓进来 这个 抓进来 好那我们就把他抓到 我们这边都做了一格 把他抓过来 不过看看 你会发现那速度好像 相对的比较感觉 稍微快一点 不晓得怎么样 但没关系这个地方可以动的 比方说你如果觉得他的速度这样好快 我想要速度变慢 有没有 这我们讲过了 我们讲过了 没关系我们现在把这个白色的去掉 现在是白色对不对 但我们不是要白色 我们是刮厨 对不对 所以点他 滤镜 加上什么 我们讲过了 这个 这些功能都讲过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叫综合的使用 你要懂 功能交一堆 你要会配合使用 射件里面的简易功能 点他 挑什么颜色 挑白色 这个白色点下去 有没有去掉了 白色就去掉了 对不对 你还可以看 这个地方是距离 你看旁边有这一点点模糊 对不对 你还可以 拉大 收小 就看看你要怎么样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预设值 那没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看 好这个 擦除 擦除就变成另一个 另一个 画面出来 就像擦除的动作 好那你如果嫌这个擦除动作 太快或太慢 就调整这边嘛 这刚好有讲过了 假设我们擦除动作你觉得太快 这个地方有没有 点他 有没有一个属性 在这个速度 如果太快速度就慢一点 0.8好不好 你仔细看这边 我按Enter的时候 他就变长了 有没有变长 速度就变 那个擦除的速度就 擦除的速度有没有就变起来了 擦除的速度就变起来了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子 那擦除的速度就变起来了 就会变起来了 那就会是这样子 所以就看一变 好 啪啪啪啪啪 开始擦除 那你如果觉得好慢喔 你要快一点的话 点他 这个地方有没有 点那个属性 这我都讲过了 希望你会 速度 速度变两倍 两倍就很快 注意下面这个地方就收得很短 有没有 收得很短 所以 假设我们这里有一个video 啪啪啪啪到这边 透过擦除的动作 要转到下一个画面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 所以他就 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的擦除的动作就会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 在 讲的这样一个 一个动作的功能 那 就是擦除嘛 没看到 那基本上就会是一个这样子的动作 先讲完了 这是静态的画面的一个擦除 那你如果要动态的话 我们再来 再来教 那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 Krita的 用Krita配合起来的一个做法 好那我们就 讲到这边 逗练习几次吧 有点复杂的 但你中间他有什么状况没有搞清楚 我就写信来问我 我们就再把它教清楚 好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